再來就是打龍泉的示範 什麼是打龍泉呢 它其實就是為聽障朋友 疑似聲音來源的一種工作全知 比如像我們鈴聲、電話 或者是火警警報器的音訊 那比如說是 像微波爐這種聽一聲 一閃及視的聲音的話 我們也可以搭配機器 這樣子打龍泉也願意做出提示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大家玩做一個簡單的 它如同通知計時器的這個部分的示範 當聲音小指AV線式 就是往聲音的方向跑後去 然後再來方向左邊 ий上清理腳歸轉 Good girl Good job Good job 以上清理腳們學得 來接受給你一段時間 謝謝大家 同意正在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